1948年出生的鼠鼠朋友,今年已经76岁了。 从命理的角度来看,1948年是物子年,天干为物,地之为子,五行属土,儿子属属水。 物土代表了厚重,坚韧,子水则向指着智慧与灵活。 土与水的结合,形成了鼠鼠人独特的性格特质和命运轨迹,也对其健康状况有着深远的影响。 76岁的鼠鼠人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雨,身体状况自然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变化。 从五行的角度来看,物土的特质使得鼠鼠人在面对健康问题时,通常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意志力。 这重特质让他们在面对病痛和身体不适时,能够保持积极的态度和较高的忍耐力。 然而,土生与火而克水,因此在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中,鼠鼠人需要特别注意土与水的平衡。 具体来说,土锅旺会对水造成压力,这可能会影响鼠鼠人的肾脏和泌尿系统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这些器官的功能可能会有所下降,鼠鼠人需要特别留意密尿系统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体检,确保肾脏功能正常。 另一方面,土代表着脾胃,而水则与肾和膀胱相关。 物土的属性,使得鼠鼠人在饮食和消化方面通常比较注意,这对于维持健康的消化系统非常有帮助。 76岁的鼠鼠人,应该继续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,多食用富含纤维和营养的食物,避免过于油腻和辛辣的饮食,这有助于保持脾胃的健康运作。 在中医理论中,肾是先天之本,脾胃则是后天之本。 鼠鼠人应该特别注意这两个部位的保养。 肾脏的健康对于整体的生命力和免疫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,而脾胃则直接关系到营养的吸收和消化。 鼠鼠人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和调养来保持这些器官的功能,例如每天适量的步行,太极拳等缓和运动,这些都有助于增强体质,改善整体健康状况。 除了身体上的保养,鼠鼠人的心理健康也是不可忽视的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鼠鼠人可能会面临一些心理上的挑战,例如空巢期的孤独感,对健康的担忧等等。 从命理的角度来看,子水具有流动和变化的特质,这意味着鼠鼠人拥有适应变化的能力和智慧。 鼠鼠人应该积极参加社交活动,保持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,这有助于保持心理的健康和情绪的稳定。 此外,鼠鼠人的家庭和睦对其健康也有着积极的影响。 76岁的鼠鼠人,子女多以成家立业,孙子孙女们也逐渐长大。 家庭的温暖和支持,能够给鼠鼠人带来极大的心理慰藉,增强他们的生活满足感和幸福感。 家庭聚会,旅游,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点滴,这些都能够为鼠鼠人的晚年生活增添色彩,提升整体的生活质量。 从命理的角度来看,鼠鼠人在76岁这个年纪需要特别注意天干地支的运行变化,对健康的影响。 例如,悟土代表着稳重和坚实,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压力和负担。 因此,鼠鼠人应该学会适当放松,减少不必要的压力,这对于维持健康的身体状况非常重要。 总的来说,1948年出生的鼠鼠人,在76岁这个年纪,身体核心里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。 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,定期进行体检,注意饮食和运动,并且保持积极的心态,鼠鼠人完全可以享受一个健康而幸福的晚年生活。 希望所有的鼠鼠朋友们,在未来的日子里,能够继续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,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,健康快乐地度过晚年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对于命运,有两位名人阐述过自己的观点。 杨将先生在《走在人生边上》中写道,不论是有关天文学、物理学、生物学等等,每一学科的定律都融会贯通,互相补充,放之四海而皆准。 我相信,这个秩序并然的大自然,不可能是偶然,该是有规划,有主宰的吧。 不然的话,怎能有这么多又普遍又永恒的定律呢? 西方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,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。 无论是杨将先生所认为的主宰,还是爱因斯坦所认为的不能洞察的东西,从科学的角度来说,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。 谈到看不见的手,我们会想到什么呢? 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,就是这个词,跟经济学有关,它是资本市场经济规律的一个概述。 既然资本市场存在看不见的手,那影响我们一生的,也应该有一只看不见的手。 这只手,我们可以称之为命运。 在古时候,亚圣孟子说过,莫知为而为者,天也,莫知智而智者,命也。 你不想做这件事,但你去做了,同时也完成了,这都是天意的安排。 你不想它来到你的身边,但它依旧不期而至,这就是命述的必然。 其实,不论是天意,还是命述,说到底就是一种模糊的概述。 从实际的情况来说,天意和命述,就是上文我们谈到的看不见的手。 这看不见的手,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命运,还影响着历史的枯荣兴衰。 曾世强教授提出过这么一个观点,秦始皇那么厉害,为什么他离开后,秦朝就会瞬间消亡? 刘邦那么差的一个人,为什么他能战胜大英雄项羽,从而开创了汉朝? 其实,能把秦朝收掉的就是老天,因为老天知道,秦朝弄得天怒人怨,不能让他继续下去。 而刘邦那是要来拯救孔子复兴儒家的,才有了后面的独尊儒术。 其实,曾世强教授谈道的老天,就是看不见的手。 如果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,这只看不见的手,应该称之为历史的选择。 历史选择了秦朝大一统,然后汉朝达到顶峰,历史选择隋朝大一统,然后唐朝达到巅峰。 这两个时期,如此相似,其实就是看不见的手的选择。 这看不见的手,其实有科学家说过,那就是自然的规律。 生老病死,这是自然的规律。 生物枯荣兴衰,这是自然的规律。 世间有阴必有阳,有暗必有光,这也是世间的规律。 对于世间的规律,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写道, 天之道,损有余而补不足。 人之道,则不然,损不足以奉有余。 这番话的意思是,自然的规律,取长不短, 那是追求平衡的,就如同天平一般。 而人类世界的规律,就是减损不足的,从而增添多出来的。 一句话来概括,天道追求平衡, 而人类世界,则是穷者越穷,富者越富。 就跟西方经济学中谈到的马太效应一般。 而老子提出的马太效应,比西方足足早了两千多年。 从老子谈到的自然规律中,我们就能发现, 这人世间的沧桑变换,这人世间的命运命数,都受到自然规则的影响。 你走到了巅峰,那你就会面临物极必反的结果,很容易会跌落低谷。 当你走到了低谷,那你也会置之死地而后生,重新走向高峰。 所以说,萌芽,兴起,兴盛,衰落,再萌芽,再兴起,再兴盛,再衰落,就是人世间的死循环。 谈到这里,我们要提到两个词,一个词是命运周期律,一个词是发展周期律,历史周期律。 就拿个人的命运来说,拨拨舌舌,难以平缓,这是常态。 要知道,人来到这个世界,本就是要经历酸甜苦辣咸的。 经历甜的时候,你会感慨人间美好。 经历苦的时候,你会悲叹人间不值得。 说到底,苦与乐,交织成好坏相随的人生。 李淑彤先生在临终之前,只写了四个字,悲心交集。 这四个字,就是人生的写照,也是自然规律的写照。 自然界有太阳和月亮,有白天和黑夜。 而人的命运,也存在悲伤和欣喜。 这对立的双方,都是相辅相成的。 说到底,我们的命运,终究变幻莫测。 因为我们生活在自然当中,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影响。 比如说,我们会受到气候的影响,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, 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,受到风俗观念的影响。 这,总的来说,都是自然的影响。 在大自然中生存,我们只需要坚持一个理念就好, 尽力而为,顺其自然,方为正道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。